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还声娱乐 又到我们很难得的一个艺术文化的节目 叫艺文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有四节 希望大家订阅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老文青Morris 请到一个很年轻 你记不记得说你今年多少岁呢? 刚刚25岁了 很年轻 他就是香港人家很有名的 一个舞台的创作兼导演 他叫陈欣石 但我们通常叫他做Tom 可能还要加个仔字 湯仔 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舞台界的一个传奇人物 其实你有三方面很传奇 Tom 第一传奇就是你不是在我们的圈内出身 因为很多在这个圈内慢慢成长或者演艺学院 第二个就是你一开始就已经搞很大阵仗的东西 以及你一个创举是大家下一条 以你这样的年纪 竟然你在葵冲搞了一个私人剧场 我们继续慢慢讲你的故事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Tom 陈欣石 一个音乐剧的創作人 制作人 导演 其实我为什么会喜欢音乐剧 原自我三岁的时候 看了一个儿童音乐剧 就是以前剧场组合做的 就是石石啤啤虹 看完之后跟爸爸妈妈说 很想像哥哥姐姐在台上玩 好像很开心 他们就找了一个香港儿童音乐剧团 给我进去 开始一些恒常的训练 每个星期都有 每年都有一些annual performance 开始做演员先 以前做小演员 然后就开始做外面的剧团 通常大厦大厦 他们也会出去有些audition 做过香港话剧团 风车草的一些小演员 当时还是小小 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舞台 和喜欢音乐剧 所以去到大概了 入大学的时候 就选了戏剧这一科 去到英国读戏剧 所以就想着回来香港 希望可以 香港是一个很喜欢的地方 而音乐剧 也有我很喜欢的东西 希望可以将音乐剧 在这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可以发扬光大 哇 其实你从三岁开始 和舞台是没有脱离的 是 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就去到今天了 但是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么综合的 就是我们叫Slashy的一个角色 譬如很多人选 要是做演员 要是导演 要是导演 要是写曲 为什么你会这么综合性 我想这个是 一直摸索的过程里面 去找到的 首先本身我自己很喜欢musical 为什么这么喜欢musical 是他所有东西的配合 产生出来的那个协同效应 令我我觉得musical很吸引 即是台灯声梳化服 他的剧本曲词 怎样用导演处理的手法 去呈现visually 去令到那件事好看 还有做好product之后 怎样用监制的身份 去将它推广开 给更加多人认识 尤其是在香港 因为我自己 每一个musical 其实我都是由事演开始 唯独 事演 之后我们会做很多次 唯独 然后才公演 这是一个比较外国的做法 Broadway或Western 很多音乐剧都是这样 酝酿出来 但香港其实是 没有人这样做的 是近年开始有 例如《大藏皇》 或者《一水蓝天》 开始有这样的步骤 但是2015年的时候 我将这个模式 放在香港开始用 但老实说 我不是一个大剧团 不是有很大的资金 去做这件事 所以自己一个人 去做完所有事情 是最划算的 因为我没有钱 去养住一个编剧 一个作曲 一个填词人 一个导演 然后大家用四五年时间 去酝酿一个电影 就变成了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 当然有好处 整件事会很统一 因为我自己去写歌 自己去写剧本 变成可以将一些 融合得很好 但是问题 就是自己一个人 做完所有事情 会有很多盲点 所以变成事演 唯独这些过程 对于我来说 就很重要了 我要听到很多观众的 feedback 去告诉我 你错过了一些东西 或者你的电影有差异 我怎样去清除了这些沙石 然后令到电影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但是很多人都想有你的梦想 但在家里反对 你家里对于你进入舞台行业 不是很稳定的行业 那你们是很支持的吗 他们真的很支持 因为我想 就算我今天选的 是不是舞台 还是其他职业 只要他们觉得 我真的 用心去做那件事 他们就会支持 因为从小到大 他们都很支持我 想做的事 就是从小开始 就算那时候 我不是始终舞台 试试很多不同的兴趣班 活动 他们都会想你试试多些 试试多些 你才知道 你自己喜欢什么 而且才知道 你想发展什么 或者你擅长什么 你的药项是什么 所以他们到今天都仍然是 身体力行很支持我 去做这件事 那Tom 我八卦了 你是不是因为你独仔 所以在家里这么支持 那绝对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很好 因为我今次去搞这个Long Run Show 其实都真的用很多时间 有时半夜三更 凌晨三四五点回到家里 他们都会做一个宵夜给我 等我回来 陪你这么晚 有时当然会睡了 但很多时候都尽量 希望给一些支持我 所以是很温的 那不如趁机你说一下 宣传一下 你的Long Run Show 现在很出名的叫什么 我们现在就自己租了一个地铺 然后将它改建了成为一个剧场 在做一个音乐剧 叫做《我门的青春日志》 到现在已经上演了半年 每个礼拜六场 这样做 又会有Live Band 还有接近三十位台前幕后的人员 每晚都在做这个表演 是啊 我看过真的挺大规模 是的 那我想不如你再说一下 你的剧场叫什么名字 你的剧场在哪里 再告诉大家 我们的剧场是爆炸气棚剧场 爆炸气棚就是我们剧团的名字 这是我们第一个剧场 所以我们用回这个剧团名去命名 而我们的剧场就是在 葵兴葵涌路30至34号的地铺 最近哪个地铁站 最近就是葵兴地铁站 A出口 走大概七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 那那些飞飞贵不贵的 那些飞飞我就觉得不贵的 因为好像刚才我们说 有很多人 真的牵涉30人去run一场show 其实我们平日都是卖207和209 而weekend就卖302和304 那你自己的剧场有多少个座位 我们的剧场有150个座位 那上网可以买到票的 上网上boom.com.hk 即上网上爆炸气棚的网站 就可以扣票了 是的 那我想问 其实你一个作为年轻人 自己搞剧场 你又不是在香港 譬如演艺学院 毕业有一大班朋友 有老师帮你 那你在外国读戏剧 那你回到来 你怎样叫做起点呢 很难的 我想是因为我以前做小演员的时候 都认识了很多好的前辈 所以在她们眼中 当然 以前是一个一个小孩 所以她们有一些前辈都很疼我 譬如今年我去做演员 那时做香港话剧团 一个舞台剧 剧月美小姐 阿May姐 到今天她都常来看我的演员 给了很多好的意见 例如Gary哥哥和我做一年的Long Run Show 都是這樣認識了一些前輩 但的確你說得對 我不是從那個圈子出來 回來香港自從零開始建立一些經營的話 的確會吃力和有困難 所以花了七年的時間 由2015年到英國 一直很想有一天可以帶到Long Run這個文化回來香港 又做過一些實驗性演出 又失敗過 然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真的可以將那個夢想實體化 其實都用了不少的時間 Tom 我想問你 你剛回來應該是22歲 那時候我剛大學回來19歲 19歲 那你怎樣令大人相信你 你不只跟天外交手 你要跟雙人交手 或者很多其他外人交手 其實是的 所以我經常 總之如果有些人 真的會因為你的外學而不順利 那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我自己可以做的 就真的做了功課了 我會不會做什麼事 而為何別人要去接受這件事 或者要去幫這件事 所以真的要做很多準備功夫 可能比起一個其他導演 有這麼少年資的導演或監製 我要再做多很多準備功夫 我想問另外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錢 錢是家裡要幫你才行的 你回來後沒有錢的 我第一個資金點來的 剛剛開團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讀完中五 我就很心急 我中四就考了GCE 然後中五考了A級 所以我沒有讀到中六 就接受了大學 我就節省了一年的學費 然後假設家裡應該供我那一年讀書 然後我節省了那一年學費 他們就把那一年的學費 進入了我的銀行戶口 然後我就用了那塊錢 去開始我的劇團 所以我第一個表演的資金就是這樣 到第一個表演做了出來 開始有些人認識了這個劇團 或者跟我認識了我是誰 變成我再去找投資者的時候 就會起碼有一些網絡 當然人家未必投資你 但起碼認識多了投資者 譬如今次這個項目 有英國娛樂 有其他的production house一起去做 其實都是這麼多年來 去累積回來的網絡 我認識你 就是因為未直接認識的時候 就聽到有個年輕人很夠膽 搞了第一個劇 但你第一個劇 其實不可以叫完全成功 甚至有很多風雨的消息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這個劇叫什麼名字 以及當時有什麼經驗 我和青天有個秘密 那時候我剛剛大學畢業回來 第一個show 那個音樂劇 其實我覺得野心挺大的 尤其是剛剛大學畢業回來 我只想要在香港做long run 即是好像剛剛所說 七年前我已經想要在香港做long run 但那時候的想法 即是對於long run 究竟市場需要什麼呢 究竟那個business model應該是怎樣呢 其實還是很不清楚 很有亂的想法 所以有一點勇至行頭 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show 但那次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show 學了別人50個show要學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介意 好像聽過很多脫漏 因為我們那時候 詳細我咪後就跟你說 因為我又不想拆其他人出來 但因為的確是有些風雨 然後到中後段開始 就叫做show run 順了就好一點 但前段時間其實是挺吃力的 那時候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譬如行政上 藝術上 製作上 宣傳上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 即是究竟你要做一個這麼大的show 其實你要什麼去back up 你要經驗 你要知識 你要一些穩固的人腳 你需要很清楚 其實你自己做的事 目的究竟是什麼 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戲之後 第二個戲 我就是寫《澳門的青春日誌》 第二個了 第二個就是《澳門的青春日誌》 你這麼成功 感恩 就是可以 天給了一個 這樣的靈感 給我去寫這個戲 但是的確是第一次去 學習完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就很清楚自己究竟 我想從一個什麼方向 繼續去做創作和製作 我覺得這個是 好像我的劇中所說的 《遺憾》哪有價值 沒有一個製作人或創作人 一出來就會完美 我覺得一定要他懂得面對這些挫敗 但是當然青天都 去到中後段的時候 便是開始Smooth了 其實都多了很多行內人 或者是娛樂圈界別的人來看完 而他們是喜歡或者欣賞 譬如蛋哥 鄭鄭丹瑞先生 就是因為那時候看完《青天》 《尾爾》一場 然後就找我寫小南亞洲的音樂劇 然後就去到林子祥演唱會 很多這些製作 都是那時候他們認識了 然後得到這些機會 所以那個戲讓我明白到究竟 我自己的劇團是想走一個什麼的方向 以及怎樣去規劃好一個紮實的製作 那真的很快 第一節很快就快結束 結束之前 Tom和陳欣石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一定看過很多舞台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最喜歡的哪一個作品 我真的選不到一個 我要說幾個 其中一個 如果要說其中一個的話 我想Wicked這個音樂劇 它對我的影響都挺大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音樂劇 給人一個黑板印象 就是比較shallow一點 但是Wicked是一個很有深度 而它是很豐富 很多資質很複雜 但是又的而且 它是一個很享負聖名很經典的音樂劇 因為人們會說很貪心 你放很多東西進入音樂劇 但是Wicked正是一個這樣的show 但是它是execute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那一兩句說說Wicked大概是什麼故事 其實大家都應該看過六夜仙蹤 其實Wicked就是六夜仙蹤的前傳 但是它將六夜仙蹤裡面所有的角色 好人就扭成壞人 壞人就扭成好人 其實過去編自是一本小說的 然後就變成一個musical 然後就說回為什麼會有稻草人 為什麼會有獅子等等各樣的角色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一個音樂劇 而且到現在都還在旅行 在Broadway和West End 那真是少年可惠 你不單是很有智慧 嘩 表達力很強 很厲害 其實她今年是25歲 真的厲害 我們很快去到第二節 第二節我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你很喜歡musical 你差不多musical 特別是我的青春日誌 我看過是很有水準 我想問你 究竟什麼musical 音樂劇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娛樂 我經常聽到一些藝術藝術藝術 但是其實音樂劇是一個 很重娛樂性的藝術表演體材 為什麼音樂劇可以在外國 那麼享負盛名呢 就是因為它抓得準 觀眾追求娛樂的心理 所以你見很多commercial musical 他們可以在外國成功 當然如果你說從一個藝術的角度 或者創作的角度去看什麼是音樂劇 它會是一個用歌去推進整個劇情的一個表演的方式 用歌 用舞蹈 用對白 用戲劇 去推進整個表演的一個表演方式 所以我很喜歡音樂劇的原因就是 它除了有一些好聽的歌 即未必有好聽的 或者一些很特色的歌 或者很聚述到故事 令到你很有影響的一些歌之外 其實剛才第一節說過的就是協同效應 為什麼外國的音樂劇那麼成功 或者那麼好看 就是他們在計算上做得很準確 計算包括你看完音樂劇之後 你會有什麼場面帶走的 有什麼歌曲帶走的 它怎樣用舞台 燈光 音樂 互相配合可能在一個時刻 它會產生一些經驗給你記憶 而那些經驗給觀眾看會覺得很爽 可能是同一粒音 或者是一個scene change music 一完整所有東西就已經變成了 其實這些是外國音樂劇做得很出色的地方 亦都是我自己去做Lucical的時候 我很想參考的一些地方 但作為一個藝術形式有些爭論 譬如我有時聽到一些圈中人說 這個音樂劇 這個不是音樂劇 這個畫劇加唱歌而已 有些人說音樂劇最重要帶動 就是寫音樂的人 不應該音樂劇有個劇本 應該整個系統由音樂創作者去帶動 究竟在那個所謂形式定義 你自己怎樣看 對我來說一個音樂劇 和一個play with music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音樂劇真的要用歌去推進整件事 而如果你在裡面拿走了一些歌 那個戲應該是不能放進去的 那個才是可以classify as一個音樂劇 如果那些歌只不過是一些調味 就算我拿走了裡面的一些歌 或者拿走了幾首歌 其實對劇情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那個就可能是一個play with music 但是因為我自己寫完劇本曲和詞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沒有說音樂先還是劇本先 其實有時候真的幾樣東西一起去創作 還有我會盡量去找歌位的時候 要找得很精準 譬如你如果寫完那首歌的歌位 你會發覺 這首歌好像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 那可能那首歌就沒有什麼 即你不需要寫那首歌 或者甚至有時候可能寫完一首歌 我會剪回那首歌 因為它好像對於整件事沒有什麼幫助 要不可以令角色深化了 要不可以令劇情推進了 要不可以表達到某一個角色裡面的內容的感受 但是如果這幾個效果都達不到的話 其實就可能不需要那些歌 所以我覺得沒有分別 究竟是否一定要音樂人去開始那件事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brainstorm 一起去創作一個音樂劇 但是要很清楚 究竟音樂在一個音樂劇裡面的角色和崗位是怎樣 其實我們香港現在最弱就是創作 很多人說靈感從哪裡來 那你自己的靈感是怎樣產生的呢 我的靈感很多時候可能是觀察身邊發生的事 譬如就算我坐升降機 有兩個人在聊天 我都會他們聊什麼內容呢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話 因為這兩個人有多傻 究竟他們 即今早我已經坐升降機上去排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趣 原來這些年紀的叔叔 他們是會這樣說話的 其實很多時候生活上的點滴就是給了很多inspiration 給你去做創作 我經常覺得靈感是一些碎片 是一些很感性的東西 而一個厲害的創作人 他要懂得去把一些感性的碎片 用理性 即是用一些技巧 用一些知識 將它整合成為一個有結構的劇本 或者一個音樂劇 什麼時候應該說什麼 怎樣去鋪那些線 怎樣去放那些歌位 那這個才會是一個製成品和作品 那音樂靈感又從哪裡來呢 音樂那麼闊那麼深 好像海洋一樣 音樂靈感可能我自己本身小時候就有學音樂 那我又很喜歡音樂的 我又聽很多musical的歌 變成很多時候我寫了一個劇本 我一去到一個位 我知道這個位我應該要起歌 我要寫一首歌 我就可能已經會有幾種曲風 在我的腦裡面彈出來 可能以這個位是一些sexy一點的東西 可能是Tango 或者這個位可能他一卵嘴 譬如嚴校長罵人的 他會用Rap的 那我就已經有那個曲風彈出來 有了那個曲風之後 我就會知道 那個音樂的去向我應該怎樣寫 又或者可能有時 我會先想到這首歌 那個chorus的tagline 那個hookline究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musical 可以令觀眾離開劇場的時候 有幾首歌loop著走 其實都挺重要的 有時候是一個商業音樂劇 或者是一個long run音樂劇 所以變成 有時候可能我會寫了chorus 最重要的幾句 這幾句的melody夠 catchy 我才開始develop其他部分 develop verse 究竟說什麼 我很好奇 那你是那些sevnbam的稿子寫下 還是平日吸收了 到一創作就寫出來的那些 我現在在電話寫下 就是電話的note score寫下 寫很多的 寫很多的 還有我有時突然想到一個melody 我就會立即拿電話出來錄下來 還有有時我每一個在外國看完的show 我當然在英國讀了四年書 看了二百多個show 我每一個show看完都會寫上 即是它有什麼能夠引起我 我記得哪一首歌是很難忘的 如果我要寫一個musical 我想寫一個這樣曲風的一首歌 所以我想是靠這樣去累積回來 我問你一個自我評估的問題 你覺得現在你的音樂 是建立到個人風格 未呢 還是某程度是某些人的反應呢 我覺得我的曲加上詞 就建立到個人風格 你說只是曲的話我不敢說 但是因為我的歌詞 我是盡量用廣東話口語化入詞 即是我想觀眾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 我要你一聽你已經立即消化到 究竟那句是做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 廣東話音樂劇的填詞 和廣東話流行曲的填詞 是兩個語境 為什麼呢 就是流行曲填詞 我可以慢慢咀嚼你那份詞 究竟是說什麼 它可以有很多的reference 在裏面有很多的細節 但是音樂劇的歌詞 不是要來給填詞人 show off他的中文功力有多強 音樂劇的歌詞 是要來直接deliver到 他的角色要說話給觀眾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在拿捏這個詞上面 是有一點點我自己的一個style 在裏面 你自己覺得你除了廣東話特色之外 還有什麼是你想日後建立到 所謂一個自我的風格 很明顯的 有沒有 我想是舞台調度上面的東西 又說了另一個崗位 不是曲字的東西 是導演的東西 例如你看看《惡人之青春日誌》 你會看到 我很希望在一個這麼小的劇場裏面 我儘量可以 fully utilize 到 它的空間 去令到觀眾看的一個show是目不下級 不停有事情發生 很多事情發生 是的 你保持有事情發生 但是又不會太漏 就是我初初回來做 《惡和青天有一個秘密》 第一個show就是太貪心了 我又想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你未懂得怎樣去權衡 輕重令到東西欺負到好處 我不敢說《青春日誌》已經做得很好 但只不過一定有一個進步 一直在摸索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所以接下來去到下一個音樂劇 還有做《小男人周》的時候 其實我不玩報警調度 今次我只玩人的調度 就是演員在舞台上怎樣調度 令到那件事可以有趣和好看 這個是我覺得在我的音樂劇裏面 你一定不會覺得視覺上你會悶 這是我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不過我覺得應該永遠都是兩個小時鬆一點 很圓 我看的就覺得長一點 對 音樂劇其實是 所以《小男人周》叫我寫一個小時九個字 對的 現在人們九時多要離開了 真的要剪短一點 而且你在葵涌那邊是遠的 對 晚上回家 如果回到12點 一點 很多人就真的很遠 對 沒錯 另外一個是經常討論音樂劇的問題 其實一個音樂劇裏面的音樂 要不要有一種統一的風格 還是我有時看音樂劇 第一節和第二節有不同 第二節和第三節有不同 你個人的看法是怎樣的 我覺得那個所謂的統一風格其實是一種味道來的 譬如我青春日誌裏面 我有很多曲風 有Rap 有Tango 剛才說過 有Wals 有70年代 有Party Music 有Canton Pop 有Pop 有Country Song 基本上你說得出的很多種曲風 我都放了一類節 母月曲 對 母月曲 就是母月曲 但是你怎樣令到這麼多種曲風 看出來它似是出自同一個Show 我覺得詞是幫到手 第二就是Musical Arrangement 因為你Tangle 就算去做一個探歌的音樂 你可以是很Tangle 或者你可以是有Tangle的元素 但是其實你是用同一種Arrangement的方向 只不過不是那麼重Tangle的味道 譬如你Chicago裏面的Tangle 和青春日誌裏面的Tangle 已經是兩種不同的Tangle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很靠作曲人 和編曲大家怎樣去談 去找一個平常點 就是我可以在整個戲裏面 摸到一個統一的味道出來 但是味道裏面是隱藏了不同曲風的元素 不過Tom 陳恩石我要讚你 我通常看音樂劇 我覺得是一塊塊的 你給我所有曲風 無論你其實在換不同的曲種 是很有自己的風格很統一的 我會看得很舒服的 而且你很成功用音樂的場景去帶動 有些其實唱完首歌 就像插曲一樣 然後帶動不到的 又回到那個戲 所以你沒有一部分可以扯出來 這個連貫性和膠著性 我覺得很美麗 謝謝 謝謝 說一下你填詞的經驗 因為音樂劇也是音樂填詞 我知道你有一首包辦 那填詞你有甚麼體會 填詞呢 其實我覺得廣東話音樂劇填詞真的很難 我覺得要給掌聲所有填詞的音樂劇 因為首先有九星 九星這件事是令你填詞的可能性少了很多 外國的音樂劇用英文去入詞 其實你是怎樣塞都可以的 只要你塞齊那麼多個字 你就已經OK了 但是廣東話填詞你要試 而我自己對填詞的執著 就是我要每一句都押韻 然後我就令到它的可能性再收窄了很多 但是你不押韻有時聽出來真的很響意 尤其是你一個音樂劇 你一句他一句的時候 句句還要不押韻 就好像口水歌 強行將一些平時說話的歌唱出來 但是你怎樣令到那件事有設計得來 觀眾又不覺得你很刻意地去設計呢 其實我覺得押韻是幫到很多的 還有一些字要合音 這個只是基本 你所有東西要合音 這個是基本 然後你就要想回一個角色性格 究竟這個角色他是老粗一點的 校長他是溫文耳雅一點的 但是他是mean的 但是mean的他不會說一些很粗皮的東西 然後同學他們是清潔一點的 他們去用的字眼會是什麼 你要想起每一個角色性格 然後你要在一份詞裏 可以寫得到很精巧地寫得到 那首歌要講的訊息 因為譬如青春日誌 你看每一首歌是講一個題材的東西 初戀暗戀青春梅不去媽媽的苦心 其實每一首歌都是一個題材 或者一首可以獨立抽出來聽 你都會明白的一首歌 那你就要 你只有三分鐘四分鐘時間去寫一首歌 你要在那三分鐘四分鐘裏面 一擊即還可以讓觀眾知道 其實你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廣東話音樂劇難的地方 但也正正是廣東話音樂劇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那個詞 而這麼難你都可以最後寫完了 終於你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不過在某程度 你包辦了音樂和填詞是好一點的 因為中間很多時候我記得他們有爭執 或者有不和諧的地方 但因為兩者掌握在同一個人手上 反而那個和諧性會高了 絕對是因為找得很好 我曾經有爭執過一件事 究竟廣東話音樂劇 曲和詞是否一定要同一個人去做 因為你不同英文音樂劇 你為了曲和你要硬塞一些詞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硬扭一些東西 但我自己寫在曲和詞 我可以用音去遷走一些詞 而且我會懂得 譬如這首歌是一些主角的solo 我目標是這首歌要很動聽 甚至它可以獨立拿出來 擺上電台或拍MV 那我就一定是音樂melody先行 如果有些歌是很dialogue song 你一句他一句 我就可能會扭一些音去遷走詞 而不耐耳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做這個平衡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始終是香港人說香港的傳統 即是我們有100年的東西 其實香港最厲害的非物質遺產 就是我們的廣東香港粵劇 那你會不會有一天 將我們這個角水 即是香港的市水 發揚光大上水 了解一下粵劇呢 我也有興趣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看南海十三郎大 我很喜歡看 那年代 當然我是看VCD 那人做的時候好像還沒出生 但是我是很喜歡 還有我覺得一個地方可以有一個 這麼深文化的一種表演藝術方式 這麼驕傲 這麼驕傲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驕傲的事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寫到一個音樂劇 用這件事做題材 其實也挺開心的 即Phantom of the Opera 也是用外國的Opera 做題材的音樂劇 那會不會香港可以有一個 用粵劇做題材的音樂劇呢 那我也希望可以發展 還有它其實有很多理論 還有中文很多時候很簡潔 譬如說粵劇 它有四個字就已經包含你的音樂劇 它叫做唱 做 練 練 即是對白 打 即是功夫 其實一個音樂劇也是唱做練打 所以很做 還有我很喜歡粵劇裏面的歌詞 我覺得粵劇裏面的歌詞 有些文周周 其實有些文方其實也挺口語化的 是 它是很精要地 就是當我剛才所說的 他聞就就得來,你會明白他在說什麼 而這就是廣東話文化的一個很有趣和獨一無二的地方 是,真的很好聊,雖然我們隔這麼多個 Tom Chen、陳恩石 一個現在音樂劇,大家經常說的話題性 我們第二節結束了,大家不要走開到第三節 到我們第三節主要跟Tom說你的劇場 很多人說政府租地方,怎樣搞地方 你為什麼要想到要搞自己的地方 這個真的由七年前開始說起 那時候剛剛去到英國的戲劇 然後看到別人愛國一個音樂劇 可以推廣二十多三十年 例如《Phantom of the Opera》推廣了三十多年 例如《Les Mises》那些都快要四十年了 我就在問自己,有沒有機會有一天 我可以把這個long run show的文化帶回來香港 跟香港人分享這件事呢? 其實那個所謂long run show的文化 為什麼要做一件這樣的事呢? 就是大家每天茶餘飯後,吃飽飯 我就可以走進劇場 其實這件事是很幸福的 我覺得我在英國很開心 我想看哪個劇,我就可以嘗試走進去看 但現在香港是沒有長壽劇的 香港的劇都是十場八場 或者有些商業,可能做一個月兩個月 這樣就會完結 我就很想帶這件事回來 還有另一個hidden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經常看到很多行內的前輩 其實都做了很多年,大家都很出名的 但是公眾未必認識的 而他們有時搞一些show 可能真的說,只有三、四成票房 四、五成票房 而是說可能做四、五、五場 在一些四百人、五百人的theater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自己也是搞show 我知道搞show 其實放了多少心血 多少時間 多少資源下去 而真的沒有就沒有了 那你第一次做到這樣 就算口碑多好 你會不會沒有一個風險去重演那個show呢? 其實未必會的 可能那個show就這樣就完了 然後就去做下一個show 我很希望香港的舞台劇市場可以擴大 因為真的這麼多年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舞台劇的市場 到現在仍然很小 我很希望借著一個long run show 將這個文化帶回來香港 拿到走入劇場這個動作 變成香港人一個新的習慣 大家真的 為什麼進戲院這麼方便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電影 就是因為方便 就是因為我隨時都看得到 而如果舞台劇 變成了一樣你隨時都看得到的東西 這個東西慢慢會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份 融入了大家的生活 當時是這樣想的 所以就希望有一天可以搞自己的long run show 所以為什麼 剛好畢業回來 就是在新光大劇場做了 《惡惠青天有個秘密》 就是要做long run show 那時候的想法當然很有亂 但你是做了很長日子的時候 做了一個月 做了36場 我們很多時候說夠膽 因為不敢long run 就是有沒有那麼多觀眾 對 真的太大膽了 現在的我也不會那麼大膽 然後做完那個show 我就說香港你真的不能在一個大場上long run 你不是Broadway 你沒有那麼大的市場 你沒有那麼長遠的歷史 你沒有累積那麼多觀眾 你沒有旅客特意來看劇 所以要想的就是 你怎樣去擺對這件事的位置 放在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我回去做碩士論文研究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研究究竟怎樣 在香港可以做到long run show 就是參考了外國白老匯 英國的一些business model 但當然他們的business model 是不適合放在香港用的 然後就去看了很多亞洲鄰近地區的business model 譬如說韓國 日本 甚至澳門的水母間 或者內地 現在其實都開始做了一些long run的演出出現 而我特意就飛去韓國一圈 看他們的劇場怎樣去營運 即是那些四五百人的人 對 甚至有些可能只有二百人 真的很小 就在韓國大學路那裡 就整條街好像一個迷你百老匯 那些劇場很up up 你連入口都找不到在那裡 但是就的而且確確切切實實 有很多show在那裡是run了很久的 我那次看了兩個musical 都是run了超過15年 那我就覺得 咦 韓國都做到 為什麼香港我們做不到呢 那時候我做那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就是發現原來韓文 說韓文的人口 是比說廣東話的人口 在全球的比例那裡 那我就覺得如果我們在香港做一個show 真的要target旅客來看的話 其實廣東話是絕對有市場 因為很多前輩曾經說過 廣東話舞台劇 或者廣東話音樂劇的市場可能很小 未必真的有那麼多人看 但不是的 數據顯示是真的有的 然後下一步就想 怎樣去將那個實體化 落地去做到 那我就開始想在外面找劇場去做 就是要找地方租 對 找地方租 我初初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大膽去新光 問你可不可以租一年給我 幸好他會租給我 要不然我已經破產了 是啊 那時候是被外國的規模影響了 但去完韓國之後 我就很清晰知道 香港要搞到long run show 只可以走小劇場的路線 所以那時候寫完我們的青春日誌 我們青春日誌也做過大場 在理工廠馬會中藝館做了10場 一個大製作的版本 接著到20年疫情的時候 我就將音樂劇場放到我們 這個劇場出生的地方 做飾演的地方 就是我們工業大廈的單位 每場坐70多人 當然是虧錢的 但對我來說 我想試驗一下 究竟香港做long run的模式是要怎樣 那時候我們也加開到66場 但是敷了40多場 但做到第27場 就因為疫情第三波 就剪掉了show 就沒得再做 就給了一個契機外 我長遠來說不是辦法 繼續在這裡這樣做 因為一來沒有娛樂牌照 我只可以做會員制 但是你不可以下限定 你都逼人家進入你的會 這個我覺得不是那麼好的 當然有得必有失 有失必有得 就是當時組了很多會員 但第二就是70多人 真的計不到數 我就開始在想 會不會在疫情這麼嚴重 所有劇場都閉嘴的情況下 我可以開展這個 醞釀了這麼多年的一個夢想 香港還有一個long run show 而當時我已經很清晰知道 香港所有外面的劇場 私營也好公營也好 都有公平使用原則 它沒有可能被這一個團 霸佔著long term去用 它一定要租給不同團體 所以我就真的把心一環 不如我們自己去找個舖 然後租一個地舖 改建成一個劇場 那時候就開始到處看舖 看了一年 真的試過看完舖 然後開始設計畫了一些織 畫完一個圖織 然後又發覺 咦不是呀 走火的通道不對 過不了 然後不行了 這個舖 然後又要再去看其他舖 一個這樣的過程 就不斷去看舖 然後看完舖 開始找到微博 找到一個地方 還未租 就寫提案去找投資者 寫了一個50頁的提案 就說為何我覺得香港要出現一個long run show 就把我的論文簡化了 那幾個提案 接著就開始去逐個娛樂公司的扣門 就給他們這個提案 你真的是co-call 因為他們有幾個娛樂公司 他們的老闆或者高層 他們都來看過這個提案之前 在我工業大廈做的時候 或者在理工做的時候 所以我就說我有這樣的idea 我很想做 但是真的需要資金才可以做到 但是真的好好的實感 我都明白 作為一個商業機構 看完一盤數 這個不是一盤商業的數 他們每個都答覆都是 我很支持你這個理念 但是真的有點難參與 到最後很感恩 英王他們願意去做了其中一個投資者 還有還有老師美術製作 香港御用的報警廠 還有上製作 我們四個公司一起合資去做這件事 其實那個過程 為什麼要找娛樂公司呢 我一開始就是 我不想做香港第一個 一個long run musical 其實是定義了很多東西 譬如有些人說 你一定要堅持用live band 就是因為其實你去做香港第一個long run musical 有很多未看過musical的人 會進來看你的musical 你是有一個責任去告訴大家 What is musical 而musical就是要live band 所以這個是不能斷的東西 第二就是我不想讓大家覺得musical 是一種曲高和寡的東西 我不是一個劇團走出來做 我是娛樂來的 這件事 你放了工你想要娛樂你就走進來看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很想 夥伴一個娛樂公司一起去做 當然我去approach的娛樂公司 譬如英王 其實他們都是在做entertainment business 或者show business 上面很有經驗 所以他們可以分享到很多很好的一些想法 一些ideas 或者一些經驗資討給我們 所以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最後就變成四個parties合資 才可以夠資金去開始起動這件事 但是你拿空地再做 真的幾百萬走不掉 走不掉 我們這個project的投資今晚是過千萬的投資 要過千萬嗎 因為你剛才說幾百萬是對的 就是裝修 然後還沒計算很多排練 人腳 因為我們去起動這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接近接近一百個人 譬如我們申請牌照 叫牌照的consultant 只是那個consultant隊都十幾人 你要結構工程師 然後水電工程師 他們要去幫你看著這件事 是否合乎政府條例 簽牌 有很多這些事情去做 因為娛樂牌照不是容易申請 有很多製酒 都很感謝他們這麼信任我 因為… 要不要搞兩年 前後我想看店看了一年 然後找到店舖簽了租約之後 去到開場就大半年了 接近一年了 差不多 哇 在這個期間就只是花錢而已 是啊 所以當初我給他們一個proposal的時候 其實我計好整盤數 即是我們前期投資是多少 每個月running cost是多少 當然真是一盤很不吸引的數 即是你看到150個座位 30位台前幕後 其實已經知道很不合乎經濟效益 但大家真是為了去推動這個文化和理念去做這件事 真是無他的原因 但我好奇 為何不找一個比較漂亮的位置 找葵涌相對偏僻的位置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其實要找到一個硬件條件 符合到做一個劇場的地鋪 我們看了一年都真的只有這個地方 即不是普通商業大 很難找 首先它要樓底夠高 它要儲位少 而且儲位不僅是少 它要儲位和儲位之間 讓你放到一個舞台 一個觀眾席 一個side stage 形狀是要 我真的一看完這部 是這個 它的L型 就是剛剛能做到我們去做的事 之後 它本身的面積要夠大 它本身的大廈要合乎走火通道 走火條例的東西 然後所有硬件條件符合到之後 重要的業主 肯可以跟你談到一個 你勉強的租金 所以要合乎這些條件 其實我經常覺得 可能最後都找不到一個這樣的店 誰知都被我們找到一個 但是已經不能再要求它的地位 我想問 你現在這個店 我看到這麼大 其實有多少呎 八千三百多呎 就有八幾個位 對 八幾個位 加上咖啡那邊 這個我就好奇了 為什麼又要搞一個飲食 這個就是 因為一來 本身我去看店的時候 它叫我去看裡面的店 但我說不行 我想做到好像Broadway 你走過外面 已經看到一個大燈箱 在我裡面做一個show 你才是那件事 吸引 對 如果不是你走進去 那跟我以前在工業大廈上樓看的分別 對 所以我想租外面的店 但是就算數了 你租外面的店 你不可以這麼任性 只租外面的店 就可以做大圖 你需要 business 去支撐 還有我經常說 你去做一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其實無非三樣東西 就是show business 裡面的東西 retail 還有餐飲 而就算Disneyland 你show business 永遠是最不賺錢的 人很多 然後門票你收不到貴 所以你一定要靠retail 還有靠餐飲 去做cover 裡面虧的錢 這個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覺得 我想做一個效果出來 我相信香港沒有一個musical 做過 就是我在一個musical 一個幻想世界裡 抽了一個幻想出來的場景 變成一個實體店 然後令觀眾吃完 看完show之後 可以走出來 好像還是置身在虛擬世界裡面 現在我們還在一個實體店裡面 做完show 再將一個transmedia 那樣東西 再做得更加瘋狂 因為那間coast coffee 裡面的所有食物和飲品 其實都跟我們的劇有關 是啊 看東西就是那個出去找到 沒錯 跟角色和情節有關 所以其實好像迪士尼蘭一樣 你就有一個主題cafe在外面 那件事 觀眾的凝聚力也會大一點 對於你這件事的attachment 也會大一點 但是你辛苦一點 你又要攪餐 又要攪劇場 絕對 絕對 不過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選了地下 整件事是很劇場 即是如果你進去又按鈴鐵 又上去 又不覺得 沒錯 你這裏只是一條很幽暗的街 突然間好像你令到很 有一個文化區 很聰明 很珍貴 是的 有沒有些人不看都去你的cafe 有 絕對有 還有有些人可能來過cafe 然後說你裡面什麼來的 那麼有趣 那裡做show 那些cafe的staff會回答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因此而故意去買票去看show 也有的 那你的紀念品是不是一個很主要的收入來源 還是沒有 希望可以是 因為現在我們買的紀念品的款式 好笑其實我已經覺得很多款式 但是很多觀眾說 可不可以多一些款式 多一些不同種類的東西 那你就要存貨了 是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 其實會和不同的一些品牌 會推出一些merchandise crossover 對 crossover是推出一些merchandise 陸續會推出的 我想這半年 希望有多些不同款式的東西 讓別人來選 那不經不覺你的劇場 都成立了有沒有年多 show run了半年 差不多超過半年 那你現在回看劇場的經營 你有什麼心得 或者體會 哇 很多心得 首先計數方面 因為香港沒有人做過long run show 所以你借不到鏡 是我研究了外國 我研究了韓國 但是香港是第三個市場 是跟他們不同的 那你怎樣 adapt to香港的市場 還有你那盤數目 你那盤數目如何算 原來你運動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是失敗的 其實你是在超支 但是超支的情況下 你怎樣還可以捏得住這條數目 其實這件事是很吃力的 就是每個月都在掙扎 然後你又當然想fairly to每一個人 那你有很多這樣的掙扎 但是我又要fair to投資者 那就是錢上面 然後運作上面 因為營運起來 譬如你原來每個演員兩個class都不夠 你要三個class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一個class 突然間病了另一個class 我不知道你按鈴才會通知 我接了工作 那你有第三個class 那就保險一點 然後原來你 我以前以為一個swing已經完成了 就是剃補演員 那怎知道一個swing又不夠 原來要兩個三個 或者要一群人 甚至可以到現在我們幕後 以前是可能只有一兩個替代 現在已經有一群幕後的人替代 我們隨時 譬如那天可能是沒有間的 我們哪天就有哪幾個回 那才令到show可以long run 因為原來真的會有人突然間病 而可能不病 他們突然間在外面接了東西做 各樣各樣的原因 都會令到你那場show 會影響水準 所以變成有很多這些事情 你不走下來 而且我不是Broadway 我不是有錢 可以請定所有人 坐在家裡等你叫回來 所以就要想怎樣去平衡這些事情 不過我覺得成的最大的風險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靠你 你一倒下怎麼辦 我這樣來說 我有好的團隊 雖然不是一個大 團隊很大 但行政團隊很小 但他們都真的很賞心 很賣力 還有大家都當這件事 是自己的親生仔 這樣去看 所以我都很感動 可以找到一個這麼好的 backup team 還有因為接下來 我開始會發展一些新項目 所以我都說 未必會再坐在劇場看 所以就交給他們去做這件事 那我就繼續去研發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好奇 剛才你說long run 但你心目中long run 在香港的定義多久呢 long run 對於我來說 其實它是一個business model 它不是用長數 或者用running period去計算 就好像開一間餐廳 我不會開的時候 就想什麼時候它會結束 我就真的一路營運營運營 去到觀眾的量開始減少了 我們就嘗試推起它 真的推到用什麼彈藥都推不起 那 demand真的沒有了 那我們就可能考慮 shut down這個器 換另一個器 他們經常問我想run多久 我就想說 我希望我死了之後 還要run人 這個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你這樣計算 你怎樣計算 通常我們都說 我做一年收入 所以我是每個月計算的 每個月的running cost 每個月的支出和收入 就好像run一間餐廳一樣 或者run一盤retail生意 但你最初打皮 不知道打多少 最初那個前期投資 我就總之計算了一個fixed的數 就是只有這麼多 也很大的數字 就是只有這麼多 然後就要想怎樣去分配這個資源 即是可能在某段期間 已經拿得七七八八 是的 但都需要好幾年時間 最快 那你現在要不要每晚在劇場看著 我暫時都會每晚回去借幕 還有去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理念究竟是做了什麼 但我現在就未必長場show 從頭坐到尾看 很多時候可能在外面做 做到中場休息之後 或者臨完show我才回去 因為都開始其他project 都如火如荼進行中 我們永遠有一個輕鬆遊戲 TOM 我們有一個音樂劇的新力量 我想問 這麼多音樂劇的歌 哪一首你最喜歡 我最喜歡的歌 其實出自我剛才說的那套音樂劇Wicked 就是Defying Gravity 因為我覺得 我經常做的就是Defying Gravity 就是意義 是的 還有那首歌我每次聽 都覺得很有感動 就是當所有人都告訴你 你做不到的時候 可能真的做不到 但是你試一下 你不試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你儘管去挑戰一下 底線究竟是在哪裏 所以這首歌對你來說是很勵志的 是的 還有當然這個show pie 都很好看 這首歌每次我看 我都無管動的 在現場看的時候 那說真的 你有多久沒有放假去外國 真的很久 因為疫情 4年 我對上一次已經是19年頭 回英國 然後就開始 而且疫情真的難去外國 希望下年或者今年年底 有機會可以鬥一圈 是的 我很服他 因為TOM 告訴我每晚睡很少的幾個小時 是的 希望今年可以睡多一點 是鐵人 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最後一節是第四節 好了 最後一節 我不知道對你的年紀會不會是一個挑戰 就說一些大環境的事情 是的 有些人說 香港做畫劇或者做舞台 很難的 觀眾少地方少 你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我絕對認同觀眾少和地方少 但是舞台劇產量很多 每年入行的人也很多 嗯 其實 我經常說起 香港舞台劇的市場很小 然後就會有人說 但是我們每年有很多舞台劇 那這樣就糟糕了 那都是政府錢而已 對 一來政府錢 二來就是 你很多舞台劇大市場小 所以大家都做得很吃力 你要市場大完之後 有很多舞台劇的供求才能配合到 是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做Lawrence Show 就是我很想擴大這個市場 我很希望令到很多不行入劇場的人 不如今年有很多叫做明星主演的舞台劇 那都真的買爆了 因為明星而已 是的 其實歷年來香港也有很多明星舞台劇 但是如果明星舞台劇 對於擴大市場是一個很直接的效用的話 其實市場已經大了 但是當然明星舞台劇 絕對有它的存在價值 因為它是可以令到多了很多人認識舞台劇 但是認識舞台劇 和它成為了這個市場的客戶 是兩回事 是的 但是譬如我們去做Lawrence Show 我就是想令到 你真的覺得譬如我們現在 票房紀錄 街客最高紀錄看了我們的戲三十幾次 他真的放工茶餘飯後 每天就走進來看 然後有一些 我自己在大堂撞到一個看了十七次 他就說有時有些什麼 我譬如上班不開心 或者那段時間覺得 人的能力很低 我就會進來看一看這個Show 然後就好像一個心靈計劃 我覺得在心靈上 我覺得做到我想做的效果 真的可以帶到一些正向思維給觀眾 而來就是在市場上 的確你就是這樣令到人覺得 入劇場變成了一個習慣 所以現在香港的市場其實非常小 入行的人很多 其實變相會令到大家都很吃力 而你是不能夠阻止 每年入行的人的數量 你不能封住 還有這麼多人畢業 對 這麼多人畢業 甚至有一些可能和父子出身的 他們自己搞搞一下業餘劇團入了行 或者每年其實香港很多業餘製作 為什麼大家經常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但是全香港的場是會預訂爆了 因為都預訂不到 因為其實每年很多Show 但是你的Demand要在這裏才行 所以我覺得如果經常說 要發展香港的舞台劇 或者發展香港的音樂劇 你一天不去推大市場 其實你做一萬個Show都沒有用 當然我很欣賞不斷在這製作的工作者 就是大家很努力想令到大家顧客多些選擇 或者香港的舞台觀眾有多些選擇 但是擴大市場一定是首要去做的 那我為博咀而博咀 有些人說 現在政府出了錢幾好 每樣東西所謂少炒 炒三天又第二個新劇 又第二個新劇 又第二個新劇 經常有新劇看 你長期成功慘了 可能來只有五、六個 那你又怎樣看這個理論 我覺得一個健康的舞台劇市場 是應該什麼劇種都有的 有short run 有long run 有音樂劇 有很artistic的劇 但是現在那個 反過來的事情就是市場未擴大 但是我們已經有很多很artistic的劇 的而且我聽過很多觀眾 是看過一些他們看不明白的舞台劇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怕了舞台劇 我以後不看了 那市場就流失了觀眾 就是這樣就沒有了觀眾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譬如現在其實去拿政府finding 我覺得政府finding 其實應該work as 一個起動費 而不是養著一個 養著一個團 沒錯 令到很多年青 我自己就從來沒有拿政府finding 所以我不是只有受益人 所以我是一個 以你的名氣 對 但是我覺得要走自負盈規路線 但是我 as 一個outsider去看 我會覺得有很多 年青想搞劇的人很慘 因為你的餅只有這麼大 然後越來越多人想搞劇 就越分越細 而你會看到有很多 可能已經營運了很多年的劇團 還在拿政府finding 我不可以說是對還是錯 只不過的確令到一些 新進想入去這一行 想做製作的一些劇場工作者 年青劇場工作者 是拿不到的finding 或者拿得很少 所以其實政府finding 應該work as 一個起動費 而這個劇團 譬如當初三年是政府資助的 第四年開始 你能不能夠自負盈規道 繼續輪到下去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的劇團的功力 但很多人也不敢面對市場的力量 又不是一遊戲 哇 政府錢我知道怎樣玩 嘩 市場 是 拿不到觀眾就死了 很多人不敢 其實當然絕對是有那個風險 你很夠膽 例如我去辦個long run show 其實這個就是自負盈規的精神 精神 我去拿著proposal 我去逐個娛樂公司購門 我賺到錢我就做 賺不到錢我就要面對現實 就是我這條計劇不成功 我很欣賞你 我沒有價值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變成 我覺得這樣可能是會 如果一些新團 是可以拿到多些政府資助的 可能他們是可以做到更多有質素的 是的 現在說藝術經濟 全部都是一種 所謂拿政府錢 面對市場 那你怎會在香港產生所謂 藝術產業 沒錯 沒錯 另一個問題 有人說 香港怎會沒有觀眾 不是七、八萬 我們只在遊客也有二、三千萬 不如納遊客 你覺得這個理論 是否這麼簡單 我覺得long run show 可以 short run show 是比較難一點的 就等於我們去到英國 我們都會看Phantom 我們都會看利益 我們不會去特地攀山月嶺 去找那些做三、四場的show 一定看這些 是的 一定是看這些 所以long run show 我們都一定要面向旅客 即是譬如我們未來三月開始 我們會有字幕機 給一些旅客 我們會有英文 會有簡體中文 這樣就變成可以 給多些人認識到香港的音樂劇 其實都原來有long run的音樂劇 這樣就不只是local的人去看 即是你覺得 一定要顧及遊客 如果long run的話 就一定是 那反過來 既然市場 即是代表海外 那你又怎樣看什麼 去亞洲 歐美國家 大灣區 內地 有沒有想過這一類的問題 即海外市場 我覺得如果去tour 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尤其是如果我們有long run show 我們去tour 是一個簡單版 然後讓人知道 我們其實有一件這樣東西 在香港正在做 人家來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當一個宣傳 人家來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那個show 因為其實我們做了 有一半年 其實都陸續有一些不同地方 不同國家的propoter 去reach我們 想我們做tour 但當然我們排一個tour版本 其實是另一個production 你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 要trim down人腳 要trim down 報警 要trim down 其實重新排個戲 所以我們真的要多下十幾個站 才可以一次過開始touring 那即是互人知香港以外的市場 你是打算一定發展的 對 我覺得需要的 還有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經常覺得 廣東話 因為廣東話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語言 還有我們經常說 要保育廣東話 要廣東話 不是要廣東話 給香港人聽 即是我們 香港仔更加有情懷 對 更加有這個情懷 而香港人已經在說廣東話 不用我們去說 我們就是要令其他地方的人知道 原來廣東話都有它的音樂劇 原來都有它的代表 但他們說 既然市場是普通話 普通話就直接名料 但其實原來內地人 他們是很喜歡聽廣東話 可能因為其實現在在內地 最有消費力的那一個觀眾群 那個年齡層 都是可能看開香港以前的港產片 聽開香港的流行曲 可能以前《四大天王》 那個年代的歌大 所以變成他們對於廣東話 其實是一點都不陌生的 他們不會說 但他們是有興趣聽的 還有廣東話音調多 其實你閉上眼睛 覺得挺音樂性的 那件事是很有趣 是沒有其他語言取代到的 另外我想問你 在香港要有四大問題 人才的培養 內容的培養 這個所謂叫做觀眾的培養 我們說了市場的培養 那在這四大問題 你又怎樣看怎樣培養 我又回到long run去說 你剛才說的幾樣東西 其實都中了long run 這件事的一個供求問題 譬如人才 接下來我們應該 今年中打後 開始會開一些training course 去training一些音樂劇演員 和音樂劇的幕後 因為音樂劇… 你不用訓練了 所以… 你訓練了人才出來 他們是不是又要 好像現在香港市場裡的人才 要不停做freelancer 然後今個月有五場show開 不知道下個月 是否要坐在家等人call 但不是 我們有個long run show 你訓練了出來 你一定有事要做 所以人才你這樣做 就是人才你要去訓練 訓練完你都要有個後續給他 這個long run show 可以做到 內容上我們其實現在 在發展很多不同題材的劇目 譬如青春日誌 接著我們有做cabaret的show 然後我們接下來 做小南兵州的 完全另一個聯名層的IP 接著我們還有一些新的音樂劇 我們將來年底會做事演 會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還有不同類型 我們將來九月戲曲中心 有一個musical做 所以其實我們劇團 都是想多方面發展 內容方面 就是這樣 觀眾群上 我經常覺得如果你要去擴大 觀眾群 除了我剛才說的一個long run show 之外 教育很重要 你要去令下一代習慣入劇場 有一個long run show 就是學校隨時可以帶學生來看 對 你不需要約定哪些 譬如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幾十場 學校包場了 其實很多校長跟我說 就是我們的學生未入過劇場 這次是他們人生第一次入劇場的experience 而我很感動 我自己現在說起來都沒有管動 我很感動的一件事 我自己曾經做過小演員的時候 做過一些學生場 那些學生覺得是學校帶我來 都是很悶的活動 很不享受那件事 但是我們不論小學包場也好 中學包場也好 什麼年級的人包場也好 來到看完 那些學生是起哄 覺得很好看 然後回到家 叫爸爸媽媽再陪他們來看 小學生 或者有一些中學生看完 生日再約十幾二十個朋友 一起再來看這個show 我覺得這件事 重點不是我們的戲好不好看 而是我們 而是給他們看劇場的experience 是這樣的 他們長大了之後 他們就會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在腦裡就是入劇場 是一件開心的事 這個教育很重要 是的 而且經常都說入學校 那為什麼不能夠 那些學生從學校走出社會 都經常說入學校 沒錯 經常入學校 入學校做touring 都可以做都要做 都要做 但是他零入劇場 是另一番體驗 是的 但是說來說去 畢竟香港的餅就是這麼大 你自己長遠 你這麼年輕 特別是你現在25歲 那你有沒有定了你的事發展 分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計劃 其實對我來說 我想在香港繼續 develop long run show 這件事 都是這件事 因為long run show 已經變成一個我們劇團 要做的business model 或者你的使命 去慢慢把這件事變成一個主流文化 因為我現在想做的就是 開始大家會來看青春日誌 但一個long run show 其實做不到什麼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主流文化 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 才慢慢可以形成到那件事 而long run show 只是其中一樣 你會不會有機會 將這個音樂劇 搬到其他的媒體 令到一些主流文化 更加主流媒體 令到別人會認識 原來有音樂劇 這件事 這是我可能做 research 其中一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是transmedia 傳媒體 這個transmedia 是外國近年做很多的 甚至他們會有些可能 將以前Grease 拍攝做一個live的電視節目 這樣排好分鏡 然後一晚的live 拍攝出來 其實是會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令到很多未必會已經入過劇場 雖然你說外國的音樂劇場很大 但其實還有很多人未入過劇場 他們看完這些 可能就會令到他們會入回劇場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很想發展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渠道 用不同的media 去擴大香港的音樂劇場 以及將這件事 慢慢變成一個mainstream culture 不過好在你年輕 以我現在的想法 我都說是時不與我 但你未來 那麼多不可能的東西變成可能 真的很精彩 我們的特別嘉賓 就是Tom Chen 陳欣石 是現在一個很有話題性的 年輕人的音樂劇創作人 導演 兼填詞 兼很多東西 好像現在演員比較少 現在沒有做演員 真的沒有在幕前 還有沒有那麼有興趣 幕後是開心的 好了 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那麼多個 本地也可以 我覺得 演員你最欣賞誰 我知道很多個 你說其中一個 對 我說其中一個 我其中一個很喜歡梅麗士翠寶 應該是 因為我經常覺得演技好 不是你懂哭懂少 就是演技好 而是你演每一個角色 你都可以像那個角色才是演技 是 有些所謂演技好的人 是他演戲好好看 但他做十個角色 你就會體驗 因為他做十個角色 都是用同一個方式 對做 而梅夜市翠寶 我最欣賞他 是什麼 他唱歌都可以 即是拍Mama Mia 對 然後近年 開始有幾個 音樂劇 例如Netflix 買了他 拍了一部電影 例如The Prom 都是他做女主角 唱得很好 做得很好 我覺得一個演員 就是有這種可塑性 唱跳演 然後拿捏不同角色 不同年紀的角色 不同類型的角色 不同年代的角色 他都是可以療如指掌 男版是誰呢 男版是Tom Hanks 他追究部電影 那天太太 死了一個很暴躁的中年 演到真是出神的花 Tom Hanks是跟梅夜市翠寶 做什麼似什麼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最後那些時間 我給你宣傳一下 大家真的不要錯過 香港有一個所謂 長演的劇場 在葵聰 你介紹一下 我們自己建了一個劇場 叫做包仔麵劇場 現在在那裏 每個星期六場 無停上演 我們的青春日誌 這個音樂劇 就是Live Band 台前幕後 加上三十多人 好看 一個音樂劇 真是一個任何年齡層 進來看完 你都會哭 你都會笑 你都會拿走一些東西 的一個音樂劇 一個很娛樂性豐富 以及所謂心靈雞湯 像觀眾所說 有些能量低的時候 你來看一看 其實是可能 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打氣 我想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上演了超過二百場 因為今晚都一百八十幾場 所以希望有各位觀眾 一起進來 繼續去見證這件事 以及希望有觀眾的參與 令到這件事 真的可以繼續營運 以及long run 你說一下哪一天是休息 我們逢星期一二晚休息 逢星期三四五晚有展示 星期六下午夜晚兩場展示 以及星期日下午也有一場展示 好了 大家記得支持Tom 亦支持我們藝文館這個節目 按一按訂閱 好 拜拜 Thank you Morris 今次藝文館請來的嘉賓很特別 因為他有三重身份 一個是工程師 一個是粵劇的音樂人 本身也是一個文化人 他會從很多角度跟我聊天 各位朋友 我本來是一個專業工程師 最終走到藝術的道路 究竟過程是怎樣的呢 藝術對人生的影響是怎樣的呢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啊 那是苦是甜 大家不要錯覺 記得收看藝文館 記得收看藝文館 星期經ит COM 門票三月一日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努力美圓便賣 人性我沒法占賣 声级嘉宾 黑梅 陆宝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万熙全陀飞伦冠名赞助 Sing to Remember 声当年杨立门2023演唱会 演出日期及地点 2023年3月23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盘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声级嘉宾 基数孔尚志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金曲难以忘怀 与你一起回首 莫玉秋 秋情十五载 金曲回首演唱会 演出日期及地点 2023年4月6日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门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我愿意去为你活着每种开心 纯纯珠宝呈献 秋海情缘 李秋元2023年戏曲演唱会 演出日期及地点 2023年3月21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门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声级嘉宾 罗嘉英 蔣燕雄 钟丽荣 庄丸仙 黄小讽 郑雅琪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金曲金童子 戚策舞台 闪亮赞放 陈浩德情怀未变半世纪香港巡回演唱会 2023年4月27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持有原定2022年3月13日 陈浩德情怀未变半世纪演唱会门票的观众 可维持原有座位安排 凭原有门票入场欣赏演出 无需换领门票 那春风情怀未变半世纪 升级嘉宾 方依琪 教人生死相去 吴刚伦 既然已变半世纪 门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业镇堂百花齐放经典演唱会 2023年5月29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持有原定2023年1月3日 业镇堂百花齐放经典演唱会门票的观众 可维持原有座位安排 藤原有门票入场欣赏演出 无需换领门票 门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升级嘉宾 黑妹 录保 节目查询 8111 8111 升级美声 尽在还声 WSM还声娱乐成立20周年 一向以非凡音乐 精彩娱乐 创意无限为宗旨 推广音乐 不为余力 多元化音乐及演艺业务包括 实体影音产品销售 线上音乐串流及下载 演唱会制作及海外巡回演出 承先啟后与时并进 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还声娱乐YouTube频道 订阅人数超过50万 影片观看次数超过6亿 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包罗万有 升级美声演唱片 戏曲随缘 金曲那些列 Sing to remember 艺文馆 音乐旅程 音乐淘宝 唱你所爱 精选巨星歌曲合辑 演唱会线上首播 承蒙各界支持及全球恶迷拥戴 还声娱乐不断向前迈进 声级美声 尽在还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监快 tv 共 tek